中共国家卫生剂声为网站在8月8号公布了165家 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专案医院的名单 他们遍布中国各省直辖市 名单显示各军区军方医院大量的涉及器官移植业务 海外明慧网早在2009年就指出 中共军队的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 通过系统性的杀害法轮功学员并贩卖器官牟利 而有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在这个名单当中 经北京地区参与器官移植业务的军队医院就包括 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第302医院 解放军第307医院 解放军第309医院 海军总医院 空军总医院 第二炮兵总医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和武警总医院 早在2009年11月11号 明慧网就披露 解放军总后勤部是活灾器官的核心机构 1999年7月 中共把法轮功定为头号敌人后 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 成了一条被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明慧网报道说 总后勤部则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 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写编号输入电脑系统 利用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 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 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 如果器官移植失败 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 总后勤部通过各级管道将供体调配到军方医院和部分地方医院 向医院提供一个供体之后直接收取现金 军方高层通过总后勤部直接牟利 器官的利润不入军队预算 而其活灾器官的层层系统却是靠军费维持 因此来自活灾器官的金钱是没有成本的纯利润 吉林居民彭震和向新唐人透露 他的一位朋友就曾经亲身经历过 在医院被偷偷的做人体实验 对人进行活体实验然后创感了一些病例 你说哪有人做活体实验这会是什么性格 今年7月12号全世界最老报纸之一 奥地利维也纳日报以活灾关押人员的器官交易迅速增长为题 报道了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报道披露虽然官方承认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 但是实际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当作首选 因为法轮功学员生活习惯健康并且被中共迫害 菲也纳日报的文章还提出强有力的活灾器官证据 报道说病人可以挑选哪天什么时间做手术 如果中国医生是用死刑犯的器官 这样操作是不可能的 另外统计资料也让人产生怀疑 死刑犯的数量应该是摘取器官数量的十倍 而中国有几年死刑犯只有两到三千 但器官却移植了一万两千例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估计 在过去几年里有六万五千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 遇害者死得很惨 国际人权组织主席卡特琳娜·格里博在研讨会上说 人就像杀鸡一样的被开膛破肚 然后器官被拿走了